男人爱妻辱命的六件小事 他为你做过三件 你真是嫁对人了 爱一个人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而是要通过一些行动上的表现 才能够看得出 你爱的那个人到底对你有多么重要 不爱你的人 他从来不会去过多的考虑你的感受 相反一个爱你的男人 他会每天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 每天对自己嘘寒问暖 照顾着自己的衣食住行 男人爱妻辱命的六件小事 他为你做过三件以上 说明你真的好命 你嫁对了人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会每天起早贪黑的为你做早餐 虽然在很多男人觉得 女人就应该为男人做早餐 但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并不会这样去想 不管他每天工作再苦再累 再忙再辛苦 他也会每天坚持为你做早餐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女人每天很辛苦 他会为你承担一切动担 他不想让你一个人每天都这么辛苦劳累 虽然他不会每天都给你做饭吃 但是你要知道 他每为你做的一顿饭时都非常的用心 啊 替你洗衣服 现在的男人 他们往往心中都有一个大男子族裔 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不可以做一些卑微的事情 所以他们总是会面临自己的女人 去为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是相反 如果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他会每天为你承担家务 或许当他上班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去替你分担家务 但只要他一休息 有空闲的时间 他就会告诉你 让你安心地睡觉 不要去做任何事情 因为只要有他在 他就不会让你去这么辛苦劳累 在他心中 你始终是那个重要的人 虽然你会觉得自己的男人 为自己洗衣服 会让他的朋友看不起 但他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不会在乎外界的目光 因为他心里知道 你永远在他心中都是第一位 三 为你洗头发 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 洗头发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办到 却现如今的男人 却不知道去体谅自己的女人 爱一个人 不需要为他做一些 惊天动地的事情 只需要通过身边的一些小事情 就能够看得出 你对他有多么用心 当你为你老婆洗头发的时候 他会觉得眼前 这个男人是真心爱的我的 因为洗头发一般都是自己的父母 会为自己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爱你的男人 为你洗头发 只能证明 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们已经把你当成了孩子 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他们永远都会像照顾孩子一样 去全身心地照顾你 永远呵护着你 不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和委屈 也许这才是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 四 是你的剩饭剩菜 爱你的人一定不会嫌弃你 因为他一定爱你胜过自己 不管你们的日子过得再苦再累 爱你的男人 永远都会把最好的留给你 他会为了你努力奋斗 目的就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 每天不需要那么辛苦 他想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一些爱你的男人 他会叫你吃饱之后 再去吃你所剩下的菜 同时不会觉得很不卫生 因为在他心里 你和他就是一个人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类型的男人 那么你会幸福的过一辈子 不知道以上这几点 女人们中了多少 如果当你遇到了以上这几点 那么请你好好珍惜你现在的男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